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出口资料分析 跟刚刚的进口资料分析 好那最简单的画法可不可以这样子 来 全部清掉完全不做筛选 等一下你这样做好不好 请选这一张请选这一张 请把它delete掉 对delete 然后请选这一张 请选这一张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没问题 然后请拉过来 好请把这张图改成折线图 对折线图 折线图完全不用做筛选 然后接下来请选这一个两次 这个 这个 两次 你这样就出完了 对啊 因为我刚进口也是这样子 就是乱掉了 好 可是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这边 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请回到最原始的贸易顺差比 这边都画完了 这边是自动产生的 因为虽然是5月8号那个时候就已经画完了 可是因为我为资料为给他 是不是为了2021年资料 所以他就自动帮我把 你看这一期是真实的资料是什么 2021年的11月1号 这第一期的预测 有听懂 2021年的资料都在这边 好 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去看这边到这个地方 其实你把它平均化之后 好像感觉有这个趋势 有这个趋势 就是它是一个圆弧的这样子上升 可是我要请你看 这边好像有跳跃式 这边从这个地方 跳到这个地方 听这种我的意思吗 就是它可能在这个期间 可是它往上跳 这都是我觉得视觉化分析所带给我们的好处 这张图在讲什么是呢 就是这张图叫做 顺差 贸易顺差的比例分析 就是那个顺差好像是 这边没有差很多 大概就是1.5到 最高好像到差不多1.75 1.5到1.75 也就是25个percent 25个percent 可以吗 好那相对的 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 它会跳到这边 就是我们从过往观察到 可是这个地方是1.4 这边是1.4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1.6 但是以时间来去看 它不到一年 1.4到1.6 这边就已经成长 就是20个percent 可是以前 以前在没有疫情期间 这个地方 1.5 这个地方 1.5 这个地方 它经过了几年 这边大概有3.4 大家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就是 这件事情 还可以再说明说 可能我们的出差 还会持续再攀升 因为这才会让我们的贸易顺差的引力 再继续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我们就知道 假设它是一个周期 周期 它现在在上升期 上升期 而且现在初超是多很多的 所以它会继续上升 好了 只是这张图真的是从5月8号那时候 就已经画好 我们完全不做任何的动作 它就自动会去秀出来 也可以实时让我们来去做一个监测 监测 你到时候 也许一年之后 它可能会跳到这个地方 都有可能 一年之后 甚至会跳到更高 好 那我不就是在做预测 我是不是就是神统 台湾神统的 听得懂吗 不是印度的 好 我们的这个 圆埋 进出口大覆拒 它也会因为疫情而有所影响 这是第一个今天的直论 第二个 你就可以用这个既有的一些画图的工具 其实这些背后都是机器学习 然后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看到很多的资讯 这就是我们今天上次的课程的一个主要目的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期待